23. 闻过怒,闻欲乐,损有来,意有确,闻欲恐,闻过心,直量事,见相亲。 如果一个人听到别人说自己的缺失就生气,听到别人称赞自己就欢喜,那么坏朋友就会来接近你,真正的良朋义友反而逐渐疏远退却了。 反之,如果听到他人的称赞,不但没有得意忘形,反而会自省,唯恐做得不够好,继续努力。 当别人批评自己的缺失时,不但不生气,还能欢喜接受,那么正直诚信的人,就会渐渐喜欢和我们亲近了。 人以群分,物以类聚,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小朋友,我们也要学习增子,一日三省无声,如果能常常反省自己,才能改正自己不好的习惯。 而省思用在德行,德行就会精进,省思用在课业,课业就会进步。 省思用在事业,事业会有成,省思用在植物,植物会蒸蒸日上。 一个人,如果每天都能够自我反省,并且力求改进,缺点自然就会减少了。 23. 闻过怒,闻愈乐,损有来,意有却,闻愈恐,闻过心,直谅事,见相亲。 无心非,明为错,有心非,明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堂掩事,增益姑。 24. 闻过怒,有心非,明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堂掩事,增益姑。 无心之过,成为错,若是明知故犯,有意犯错,便是罪恶。 知错能改,是勇者的行为,错误自然慢慢地减少消失。 如果为了面子,死不认错,还要去掩饰,那就是错上加错了。 自曰,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又曰,知耻近乎勇。 24. 无心非,明为错,有心非,明为恶,过能改,归于无,堂掩事,增益姑。 25. 凡事人皆虚爱,天同父,地同在。 25. 凡事人皆虚爱,天同父,地同在。 25. 只要是人,就是同类,不分族群,人种,宗教信仰,都必须要相亲相爱,同是天地所生,万物滋长的,应该不分你我,互助合作,才能维持这个共生共荣的生命共同体。 25. 我来自美国,我来自日本,我来自英国,我来自韩国,我们不分族群,人种,宗教信仰,只要我们心中有爱,人人都能相亲相爱,只要我们心中有爱,世界充满了关怀。 25. 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只要我们心中有爱,就是道德无私的爱。 25. 凡事人皆虚爱,天同父,地同在。 26. 性高者,名字高,人所重,非貌高,财大者,望字大,人所福,非严大。 二十六 性高者 名字高 人所重 非貌高 财大者 妄自大 人所福 非言大 德行高尚者 名望自然高超 大家所敬重的是他的德行 不是外表容貌 有才能的人 处理事情的能力卓越 声望自然不凡 然而 人们之所以欣赏佩服 是他的处事能力 而不是因为他很会说大话 宋少年间 有一位贤能的宰相 名叫司马光 有一次司马光从洛阳 驾车要到京城 去觐见皇上 老百姓在路上看到司马光 就把手放在额头上 向他行礼表示尊敬 司马光走到哪里 老百姓就跟随到哪里 后来越跟越多 最后 老百姓就把司马光拦下来 向他说 司马大人啊 恳请司马大人 不要再回去洛阳了 就留在京城里 帮助皇上治理天下吧 这样我们老百姓 这样我们老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过啊 对啊 对啊 我们才会有好日子过啊 司马大人 吉有能 物自私 人所能 物亲子 物产妇 物娇平 物厌故 物喜心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愿 物画扰 二十七 吉有能 物自私 人所能 物亲子 物产妇 物娇平 物厌故 物喜心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 物画扰 当你有能力可以服务众人的时候 不要自私自利 只考虑到自己舍不得付出 对于他人的才华 应当学习欣赏赞叹 而不是批评 嫉妇 毁谤 不要去讨好巴结富有的人 也不要在穷人面前骄傲自大 或者轻视他们 不要洗心厌旧 对于老朋友要珍惜 不要贪恨新朋友 或新事物 对于正在忙碌的人 不要去打扰他 当别人心情不好 身心欠安的时候 不要闲言闲语干扰他 增加他的烦恼与不安 礼运大同篇 利恶其不出于深夜 不必为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